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华正茂的儿子正在看报纸 垂暮之年的父亲静静地坐在旁边 忽然间一只马雀飞落到近旁的草丛里 父亲喃喃地问了一句 那是什么呢 儿子闻声抬头望了望草丛 随口答道一只马雀 说完继续低头看报纸 父亲点点头 若有所思 看着马雀在草丛中颤动着枝叶 又问了声 又问了声那是什么呢 父亲在不远的草地上 父亲的视线也随之起落 望着地上的麻雀 父亲又再问了一次 那是什么呢 儿子不耐烦了 何其报纸对父亲说道 一只麻雀 爸爸一只麻雀 接着用手指着麻雀一字一句大声拼读 摸阿麻 七鱼月雀 然后转过身 父亲的盯着父亲 老人并不看儿子 仍旧不紧不慢地转向麻雀 像是试探者 又问了一句那是什么呢 这下可把儿子惹恼了 他挥动手臂笔画着 愤怒地向父亲大嚷着 您到底要干什么呢 我已经说了这么多遍了 那只是一只麻雀 您难道听不懂吗 父亲一言不发地起了声 儿子不解地问 你要去哪里 父亲抬手示意 他不用跟来 静置走回屋内 麻雀飞走了 儿子沮丧地扔掉报纸 独自叹气 过了一会儿 父亲回来了 手中多了一个小本子 他坐下来翻到某页 递给儿子 点指着其中一段 说到念 儿子照着念起来 今天我和刚满三岁的小儿子 坐在公园里 一只麻雀落到我们面前 儿子问了我二十一遍 那是什么呢 我就回答了他二十一遍 那是一只麻雀 他每问一次 我都拥抱他一下 一遍又一遍 一点也不觉得烦 心里想着 我的乖儿子真是可爱啊 老人的眼角 渐渐露出了笑纹 仿佛又看到往昔的那一幕 儿子读完羞愧的和尚本子 强人泪水张开手背 搂紧了父亲 原来父亲不是老糊涂呢 只是看到麻雀 回忆起往昔父子间的亲密 故意反复的提问 日记本中 那个可爱的孩子 如今已经长大成人 不再追着父亲 问那是什么 却只是低头 自顾自地看报纸 对于身边的父亲 不再关怀 往日的温馨 已成追忆 眼前的他 仅仅被父亲问了四遍 就极不耐烦 火冒三丈 这是一个令人反思的故事 不足五分钟 却浓缩了一个沉重的话题 假如爱有长度 儿女对父母的爱 比起父母对儿女来说 相差几许呢 二十一与四之间的差距 不是数字 而是难以言语的爱 是儿女重尽一生 也无法偿还的亏欠 那里面 那里面 蕴含着太多的牵挂 这个故事非常真实 似乎在我们的身上 也曾经发生过 其实做父母的 也并不是想要子女 偿还这份爱 只是希望 在他们老的时候 多陪他们说说话 对他们多一点耐心 多一份陪伴 他们就知足了 如果父母老了 不要责难他们 大小便失禁 弄脏了衣裤 他们也曾因此 为你擦屎端尿 不要怪他们 弯腰驼背 脚步迟缓 他们也曾扶着你 直起腰杆 满山雪步 不要嫌弃他们 把饭菜与口水 流在衣服上 他们也如此 为你喂过饭 不要嫌他们言语唠叨 含混不清 因为你曾经的 牙牙雪雨 叽叽喳喳 他们却当动听的歌 在听 亲爱的朋友 不管爸爸妈妈在哪 都为自己的爸爸妈妈转发 愿自己的爸爸妈妈健康 长寿 亲爱的朋友 有父母的地方 有父母的地方才是家 爸爸妈妈 你们一定要健康 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请你告诉你的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亲爱的朋友 我是魅力导演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